歡迎收看東京走者橋,我是偉恩 今天不做純旅遊 要來介紹東京最令人想居住的區域前三名 首先要來說明這個調查的定義 這個投票是由日本的不動產網站Sumo 每年都會進行的調查 雖然我們的標題是寫東京 但其實調查的主題所涵蓋的區域為關東地區 本網站所調查的關東地區包含了東京都 神奈川縣 祁鈺縣 千葉縣 慈城縣 但由於前三名都被東京首都圈所囊括 所以就以東京作為主題的區域啦 本調查的有效回答數為7000人 詳細的調查方法我會放在說明欄的連結中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進去看看 另外我在東京只住了短暫的兩年 雖然因為旅遊跑了不少地方 但對於住宅區並沒有特別的研究 今天的內容都是參考日本網站的資訊喔 畢竟就連住了超過30年的台北 真的要問我預測大家 哪裡是最想居住的前三名 然後原因的話說真的 我可能也不一定講得對 那說了這麼多的廢話 我們就從第三名開始介紹吧 第三名吉祥寺 他已經是入選的常勝軍了 也曾多次入選第一名 他並不在東京的23區當中 而是位在武藏野市 接下來簡單說明幾個 他令人想居住的原因 第一個是商業圈與公園綠地的平衡性 跟所有日本住宅區的大車站一樣 周遭的商業生活機能是蠻基本的 在車站的旁邊就有像 玩井、東極、パルコ、アトレ、ロフト等等 常見的購物商場 但雖然購物機能完整 在車站南口步行5分鐘的地方 就有一大片的公園綠地 井枝頭恩賜公園 吉祥寺會一直入選這個清單 井枝頭公園絕對是功不可沒的原因 他的占地大概4萬米平方 然後在1917年開園 那這邊也被日本評為是櫻花百名選之一 除此之外呢 秋天的時候來這邊看紅葉也很棒喔 除此之外 車站周遭還有兩條商店街 Sun Road商店街跟Daya Street 在這裡再說明一下 商店街跟台灣的菜市場 某種程度上來說有一點類似 都是在住宅區域附近 提供生活機能所需的地方 只是日本的可能又更加乾淨還有完善一點 而且呢他並不只是買菜 連生活用品啊、餐廳、電信行等等都有 那當然台灣菜市場其實也是有賣衣服啊 或是有一些雜貨店等等 所以其實概念上真的是很相同 再來就是交通啦 這一點呢在所有幾乎令人想居住的區域當中啊 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吉祥寺這一站呢也不遑多讓 總共有四條路線經過 JR的中央線、總武線、地下鐵的東西線 以及金王錦枝頭線 從這裡到新宿或射谷這兩個大站 都只需要15到20分鐘 而且在錦枝頭線是首站 總武線是第二站 所以在上班時間呢也有機會可以不用那麼擁擠的上車 綜合起來呢是相當的便利 另外吉祥寺所在的武藏也是 本身公共設施呢也很完善 包含市議所、圖書館、體育館等等的設備都有 接下來介紹第二名的區域 惠比獸 惠比獸位在東京23區的澀谷區 首先第一點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交通便利 這裡有四條鐵路 JR山手線 騎金線 湘南新宿線 地下鐵日比古線 道品川11分鐘 新宿9分鐘 東京車站25分鐘 都很便利 另外騎腳踏車道 色谷也只需要10分鐘 能夠擁有比較短的通勤時間 對於生活在範圍極廣大的 東京都會圈來說 可以是一種奢侈了 第二點跟鄰近的產業聚落有關係 因為在附近的六本木、澀谷 有著比起其他地區更為密集的IT產業聚落 只需要搭乘一到兩站的地鐵或者是JR 又或者是騎乘腳踏車就可以抵達的距離 再加上這裡的餐廳普遍營業到比較晚 即使加班後也會有東西可以吃的情況下 也讓這裡成為了IT產業上班族的優先選擇 第三點很有趣 在我們之前的影片《東京都會女子散步行程》 當中有提到互相呼應 因為在惠比壽鄰近的廣尾、戴觀山、中木黑一帶 都是以時尚感駐成的區域 尤其是女性的購物選擇特別多 也因此 這裡的女生比例為51.9% 比東京的平均50%要略高一點點 也因此有了女生多的地區相對安全的說法 所以這個區域的時尚、安全、受女性歡迎 也成為了其中的一個要素 第四點是這裡的美食相當多 除了這裡本身就是燒肉的一級戰區之外 還有許多高檔的餐廳 包含米其林新級的侯布熊 另外也有著像阿芙莉、無洞、山長等等的平民美食 最後我們要來揭曉今天的第一名啦 那就是橫濱 橫濱市位於神奈川縣 其腹地與前兩個區域相比要大上非常多 就連吉祥寺所在的武藏野市也只有10平方公里 而橫濱市則有437平方公里 人口約有370萬人 非常的多 首先第一個因素也是交通便利啦 鐵路就有JR的5條線 東海道線、橫須賀線、湘南新宿線、金濱東北線、橫濱線 其他的還有東極線、港未來線、金極線、向鐵線、橫濱市營地下鐵等等 非常的發達 到市區的新宿、澀谷、東京等地 車程約在30到40分鐘之內 再來生活機能方面啦 我們也曾經介紹過橫濱站的白貨公司 Join Us 在車站周遭的區域 一樣是有好幾間大型的購物中心 電器行、生活用品、餐廳、商店街等等 因應俱全 讓你在橫濱這一站就可以把生活所需的東西包含飲食 通通都準備齊全 另外橫濱市也有不少區域可以提供高品質的教育 在神奈川縣最適合小孩教育的區域中 橫濱市的清夜區與都竹區的評分分別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所以也很適合家庭在這邊生活 講了這麼多因素 我們來比較一下最重要的房租 以下是橫濱市最熱門的櫻木丁 跟惠比壽還有吉祥寺的平均房價比較 可以看到一個人住的空間1K的話 橫濱的櫻木丁平均是8.3萬 惠比壽12.8、吉祥寺9.6 那如果是給家族3LDK的話 櫻木丁是17.8萬、惠比壽32.5、吉祥418.6 可以看得出橫濱的房租都比東京都內的便宜 畢竟通勤的時間相對的長一點 但這應該也是橫濱這個衛星都市 為什麼會聚集這麼多人口的最大因素之一了 那就是因為房價相對來講還是比較便宜的 最後在各個網站中其實也有提到 橫濱因為開港通商擁有國際化的街道、港口 以及各種綠地、公園等等的觀光景點的魅力 那就來看看東橋去過的一些景點 體驗一下當地居民在週末休閒娛樂的感受吧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東京最令人想居住的區域前三名啦 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的觀光巧克力 艱 ruined 我們的環值 好 溝通 你的環值 содерж 都body 幫忙